NCP-312是一个有极波的组织组成的有机物 内部充满了宇宙围空气成分一致 但温度稍高的气体 它通常漂浮在地面 公尺之上 但是在捕食时也会变化 以维持与猎物的相对位置 NCP-312可以通过释放水蒸汽和操纵气流 在身体周围创造小型甲状云 作为伪装 在云雾中NCP-312看起来像是一只巨大的水母 直径约2.5公尺的散状体下 拖着一层约25公尺长的触须 NCP-312有捕杀大型不如动物的习性 尤其是人类 猎杀时NCP-312会在正上方的位置追踪猎物 操纵身体周围的气流以维持相对位置 猎物可以以时速30公里以上的速度逃脱 或进入人群中 迷惑NCP-312使其变更目标 NCP-312的核心有大量的眼睛 这些眼睛外形与人类眼睛相似 除了中心的大型球体 其他的眼球通过纤细的触须 与中心球体相连 这个核心可以被往正上方看的猎物观察到 当核心没有被观察到时 NCP-312会保持平静 而且不进食也可以无限期存活 不过进食之后 它的质量和移动速度会以 的数量增长 但是如果猎物看见了核心 NCP-312就会操纵气流 生成一个狭窄的漩涡 猎物会被漩涡吸入NCP-312的触手中 被触手上的毒刺麻痹 然后被消化 一周以后 消化残骸会从天空中落下 成功捕食之后 NCP-312会漫无目的地飘荡 直到另一个猎物接近 根据事故报告 基金会相信至少有三只不受控制的野生 NCP-312个体 试图回收相当困难 因为NCP-312在捕猎条件被启动前 常常会跟踪一个人数个月甚至一年 NCP-247是一只成年雌性的梦沙拉狐 但是在任何观察者眼中 它看起来都是一只无害的幼猫 具有类似老虎 橘黑相间的条纹 就算是录影或照片 观察者还是会看到一样的幻象 之所以可以确认NCP-247是一只老虎 是靠分析体重 放入水中的排血量 以及尺痕 无法确定NCP-247是怎么产生这个幻象 幻象分为两个部分 1.一个将NCP-247的形象 转换为小猫的魔音效应 2.一个从它发出的精神辐射 效果和距离平方成反比 在精神场内 不论原本的知识和经验如何 任何有感知的生物都会认为 NCP-247是完全无害的 在精神场内的人 对于伤害或让他人伤害NCP-247 都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情愿 即使它们正在被NCP-247伤害 当一个人类靠近NCP-247的时候 它会发出呼噜声或喵叫声 受害者会觉得可爱 并试图接近并抚摸它 即使人们很讨厌猫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NCP-247会接受来自受害者的抚摸 并在大约7分钟后将它们吃掉 在实验中发现 与其他动物相比 NCP-247似乎更喜欢人类 不论是当作食物或玩具 其他被送给NCP-247的猎物 都被一击杀死 而人类则大多被允许在抚摸它后 才被杀死 或是被像猫玩弄老鼠一样的玩弄 此外只要有机会 NCP-247会杀死任何它可以杀死的人类 不论是否饥饿 NCP-136的外形与一般的庇护很相似 并且无法从身体上区分出异常之处 当NCP-136受惊吓时 它们会导致约7到8公尺半径范围内的重力方向 指向它的位置 但它本身不会受影响 这个现象会在瞬间发生 而且NCP-136身体上的反应 而同物种的正常个体相比 没有任何不同 只要NCP-136仍然处在惊吓中 这个效应会一直持续 重力指向方向 也会随NCP-136的位置改变而改变 NCP-136是在造成了几个孩子轻伤和四肢骨折后被发现 在研究中 一位博士的东西不慎掉落 惊吓到NCP-136-01 使它跑到了收容箱的墙上 在随后的重力方向改变的过程中 博士被抛到空中 加剧了NCP-136-01的惊吓反应和重力方向改变反应 过程持续了几分钟 最后就位博士被救出时 全身有多处骨折和严重的脑震荡 基金会尝试解剖了一只活体的NCP-136 当切开腹部时 一个短暂的重力起义点 对实验站点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从发现地发生越来越多的异常事件判断 那里存在有NCP-136的野生总群 基金会收容小队被派到该地区进行收容工作 但是因为NCP-136的体型很小 切与一般壁虎机会相似 想把所有野生NCP-136个体都收容 非常困难 NCP-906是一团扭曲的暗核色 乳虫状的无脊椎生物 这些生物以一种相同的模式互相配合 形成了一个集群形式的超生物 与行军与相似 因为不明的原因 NCP-906通常会将自己的身体 构建成一个粗糙的 类人的形态 在这种状态下 NCP-906拥有类似双逐动物的移动方式 不过在进行长距离的移动时 它会变形成扁平状 具有很高的移动效率 NCP-906能分泌一种粘性 高腐蚀性、半透明的液体 液体颜色与它们的皮肤相似 这种物质与氢浮酸有相似的强酸性 但是其对于泰的效果并不显著 对耐酸剥离语 完全无效 这种物质能在一小时内摧毁牙齿 骨头、头发、指甲、衣服、珠宝 和某些种类的装备 NCP-906具有捕食性和高侵略性 当饥饿时 它们会整群爬上任何活着的生物 并用它们的酸性分泌物覆盖那些生物 将生物融化成液态的僵状物 并消化这些僵状物 在进食中时 任何移除或者干扰 NCP-906的尝试都失败 当锁定了猎物在附近时 NCP-906会改变它们的形状 变成一张流动的地毯 并能在任何表面上移动 追捕目标直到猎物被捕获 因为NCP-906的组成生物体宽度很小 除外只能减慢它的前进 无法简单通过的障碍物将会被NCP-906的酸性分泌物所摧毁 NCP-906也能借由通过下水道 或者通风管去追捕猎物 NCP-906能以未知的方式模仿动物的声音 类人的形态下 能够用一种被描述为刺耳 粗哑的声音模仿人类说话 NCP-906使用这种能力 引诱猎物进入难以逃跑的区域 比如深坑 或迷宫一般的网撞走廊 虽用失效的目击者 声称NCP-906会嘲弄受害者 并在攻击猎物之前 发出一种听起来像哨声的声音 这说明NCP-906具有基础的感知能力 但并不清楚一种由上千个独立个体 组成的生物是如何能实现这种能力 从NCP-906的身体分离出来的样本 将会试图回到主要的部分中 并且会溶解在回溯路程上的一切障碍物 它也具有类似抽影的能力 当单个NCP-906被切断时 会长成两个个体 NCP-906可以通过焚化 冷冻和瓦解整个身体的方式来摧毁 但是当NCP-906的大部分质量急剧减少 组成NCP-906的个体会分裂自身 并且在几个小时内增值 如果NCP-906需要被完全摧毁 所有的样本都必须被清除 以防NCP-906重新组合 为了保持NCP-906在一个更加可控的情况 收容箱因随时保持在摄氏5度以下 这种方式可以减少NCP-906的运动 反应时间 繁殖能力和新陈代谢 在低级人员与其他动物的测试中 NCP-906总是优先选择低级人员作为目标 NCP-939是一种群居性的恒温肉食动物 多处身体系统产生了类似血居生物的退化 NCP-939的皮肤是半透明的红色 吸水性很强 化学成分近似于血红蛋白 NCP-939直立时的平均身高2.2公尺 平均体重250公斤 但个体之间体重差异很大 它们的四肢末端各有一个由三根长指 和一个可相对的第四指组成的爪 爪上覆盖能增进攀爬能力的刺毛 它们的头部形状修长 缺乏眼睛和眼眶 也没有头盖骨 在NCP-939的下额上 排列着发出冷光的红色尖牙 尖牙最长可达6公分 并且有可感知温度的夹窝 沿着带刺的脊椎骨 长着能感应光线明暗的眼斑 脊椎骨上的刺最长可达16公分 能感知气压和气流的变化 NCP-939体内缺少了很多 维持生命必需的器官系统 它们有中枢神经和末绍神经系统 也没有循环系统和消化道 NCP-939的呼吸系统也极度退化 除了排出一种特殊物质 AMN-C227之外 没有其他明显的功能 NCP-939没有进食的需求 也无法消化任何吞下的物质 食物被吞下后 通常堆积在NCP-939的呼吸系统中 堆积量一旦到达显著影响 呼吸系统功能的程度 这些食物就会被突出 虽然缺少很多重要器官 NCP-939却能够通过胎身方式繁殖后代 NCP-939又有捕猎物的主要方式 是用过去的受害者的声音 模仿人类讲话 但也有模仿其他生物 和夜间主动出击的记录 NCP-939发出的说话声 往往带有痛苦的情感 它们究竟是完全能理解自己在说什么 还是仅仅在重复自己听过的句子 这人在研究中 NCP-939如何学会被害人的声音 目前尚不清楚 有的NCP-939个体 不需要听到被害人开口讲话 就能模仿它们的声音 通过声文分析 也无法找出NCP-939模仿的声音 与受害者本人的声音之间的区别 它们通常只需要在头盖骨或颈部 猛咬一口就能杀死猎物 据测量有合力大于35 百万帕 NCP-939能通过呼吸 释放出微量 能造成C级机消除的物状物质 被称为AMN-C227 会引发暂时性的顺行性失忆 基金会曾经使用这个物质 当作记忆消除剂 但后来却发现 曾经曝露在这个物质下的人 再次曝露在这个物质下时 会产生一种既视感 被吸引到物质浓度较高的地方 也就是NCP-939的巢穴 NCP-939繁殖生下的幼体 不论在外形、基因 都和人类婴儿没有差别 并且成长也和一般孩童相同 但在大约8岁左右时 它会开始出现胃光、强烈头痛等症状 最后它会进入水中 撕扯自己的皮肤 皮肤脱落 头颅与身体断开 转化成与NCP-939外形相同的生物 转化完成后 它会吃掉自己脱落下的皮肤和头颅 以上就是NCP基因会中 5个危险的异常动物 简单来说NCP-312是一种 被吉博的组织包裹的生物 具有触须、能控制气流 在周围形成云作为伪装 它会跟在目标头上 当目标抬头时 就会被它产生的漩涡吸入 然后捕获 NCP-247是一只有小猫外表的孟加拉虎 用可爱的外表吸引人靠近在杀害 NCP-136有壁虎的外形 但受惊吓时会造成重力的剧烈改变 受到解剖时甚至能导致整个站点的破坏 NCP-906是一团集体行动的无脊椎动物 能聚集成类似人的形状 分泌的酸液有强烈的腐蚀性 它会用酸液将猎物溶解后再消化 NCP-939是一种群居的很温柔食动物 皮肤是半透明的红色 虽然没有眼睛 但特化出多种感知能力 具有很强的咬合力 它们发出受害者或者动物的声音 引诱猎物后再杀害 应该蛮多人都知道 最近SCP基金会主战的SCP-5000竞赛刚结束 最后决定出来的SCP-5000蛮有趣的 是在讲述一个基金会发疯决定消灭全人类的故事 而一位幸存的研究员则要调查这事件 没有意外的话下一个介绍的SCP会是SCP-5000 但因为SCP-5000讲到太多其他的SCP 所以会先做一支影片 简单介绍SCP-5000里提到的全部SCP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最后帮我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为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